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layHK 我Leo又繼續跟大家說一下Pokemon GO 神秀今天已經出現了 網友們捉了多少,我就兩隻都捉了 有網友留言說Leo你究竟是用什麼方法 你好像知道利基亞在哪裡出沒 在哪一個道場上,追著他來打 這段影片就會告訴你,究竟我用什麼方法 來知道神獸的位置 而且還會再說一下,捉神獸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東西我們要注意 我其實就是用一個VCatch的程式 知道他們在哪裡 我就會在影片下面放連結 我就會放兩條連結 一條是網頁版,另一條是RS iOS的位置可以下載 如果我建議,iOS會比較方便 操控性方面 Android的位置就沒有出程式 所以如果有Android的朋友 就可能要用網頁版 剛剛講一下怎麼用 它就有一個叫追蹤頭目等級5 只要你按進去之後 就會顯示哪裏有神獸的出現 它就有時間 幾點開始和幾點結束 那個位置在哪裏 你一直拉上拉下找就可以了 我自己用的時候也是 找最近的那個 然後就去 就快捉 捉完再找下一個最近的 不停如癡女胎,我就是這樣做 到說捉神獸的時候 要注意些什麼 第一 最好找回自己 同顏色的道場神獸來打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每次贏了之後 是有一個叫佔領道場隊伍 如果你佔領了一個 座底會有多兩個精靈球給你 捉神獸 多兩個精靈球 那就是多兩個 可能就是因為這兩個精靈球 而令你可以捉到這隻神獸 所以盡量找回自己同顏色的道場神獸來捉 第二就是這個團隊的貢獻 打之前 問一問身邊的人 喂 你是什麼隊 你是藍隊的 對了 一起組隊打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這一次的戰鬥 藍隊是很少分的 所以他的球只有一個 但王隊的貢獻是最多 即是他打這隻神獸是最賣力的 換言之這場 王隊的話 是會多幾個精靈球可以捉 所以打之前 真的要問一下 旁邊的三色七的是什麼顏色 真是紅色的 十多二十個一起組隊 如果沒有打過 就可以確保多兩三個精靈球 之外就到最關鍵的一刻 扔精靈球捉神獸 我這裏在這裏震一句口訣給大家 就是 看定一點 一定可以心急 他有時候會喊 就令到你的精靈球 扔到他也沒用 他有時候不僅僅喊一聲 連續喊兩三聲都有 所以一定要是 看定一點 慢慢 擴保他 是不會喊 才可以扔精靈球 第二就是在你扔精靈球的時候 他會有個圈 盡量在你的精靈球扔到他的時候 蓋圈要保持最小 這樣機率會比較好 還有最好扔出來的結果是 Excellent 但是很困難 這個真的是 看大家的技術 餵樹果方面 我就餵這個金色萬莓果 但是有人會餵這個香蕉 分別就在於我覺得 金色萬莓果就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可以搖搖多一下 就是多了是沒有說一進就馬上爆 起碼搖多一下 你多一個信心就大一點 而香蕉就會令到 寵物小鎮呆呆滯滯滯 可以令到你更加容易 在一個很小的圈裡 扔得出去 以及會更容易中這個Excellent 所以就好看個人技術 看看你如何控制樹果的方便 另外就是藥物方便 雖然上一段影片跟大家講過 但是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我也跟大家再講一次 藥物方面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經過一天捕捉神獸之後 你會發現你是嚴重的不夠藥物 所以當你打神獸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人數有點敏 好像不夠打 可以等 入到虛神獸之後 都依然是這個人數 或者是減了的 即走投降 重新再排一個小隊 夠數才好打 如果不是真的浪費你的藥物 你進去打 你死牙爛牙打 最後時間到 或者你死了六隻的話 你的藥物是真的買少見少 這樣是很不划算 當如果你是人多的話 你可能死一隻或者兩隻 甚至一隻都不用死 你就已經贏到那一場戰鬥 這樣打法 你才耐打 可以讓你打多兩三次神獸 如果你沒有藥物的話 你真的打不到 我個人建議 急凍料就最少11個人以上才好打 而利基亞就最少15個人才好打 這個人數打 基本上都實食沒有貼牙 當然 你們打神獸的時候 當然最好拿班吉拉 啟暴郎 起碼是一些厲害的小隊 就不要像段宣傳片一樣 怕大針鋒 傻子 那些都去打 200個人都打不贏 這次打神獸各方面的心得 就分享到這裡 喜歡請按個讚 以及分享給其他朋友 日後Pokemon 告再有什麼攻略 我在這裡會再拍片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